嗨嗨,歡迎回到《閒夜閒魚》,我是廷閒 那國際跳躍夜協會日前公布了 2023年全球最暢銷藝人棒 美國天后泰勒斯維福特再次 蟬聯冠軍 哇! 這也是她繼2014年、2019以及2022年之後 第四次獲獎 那音樂傳奇Celine Dion更驚喜現身 第65屆格蘭美音樂獎來頒發 年度專輯獎給Taylor啦! 那不斷刷新紀錄 她究竟是什麼原因能讓全世界歌迷為她瘋狂呢? 那我將以這幾點來探討Taylor Swift為什麼那麼紅 首先是她的定位 有著不俗音樂能力的情況下 對自己的音樂生涯有親戚規劃 不僅明確定位,而且每一次的實施都很成功 像是首專以鄉村新人出道 以甜美女神風格獲得巨大成功 像是Love Story啦 22,I knew you were trouble 都是傳唱度非常高的歌曲 那尤其在發行第四專 1989開始轉型了 不但首周狂賣128萬張 而且全球銷量還高達860萬張 成為了2014年全球最暢銷專輯了 而且還稱霸告知牌專輯榜 11週的冠軍 雙主打Shake It Off以及Blank Space 截至目前在YouTube的觀看次分別高達34億次 以及33億次 哇哇哇 以才華而言大家都能認可說 極少數藝人都能像Taylor一樣 獨立創作那麼多歌曲 而且所有歌曲都有參與創作 那根據網上數據顯示 截至2022年Taylor的168首歌曲當中 有51首是他自己創作的 是獨立創作歌曲中佔比最高的人 那他在眾多藝人明星中 也可以說是數一數二最重粉的歌手啦 那不僅在直播中會點贊或跟粉絲真心互動 每一次得獎都會優先感謝粉絲 所以身為Swifti的大家怎麼會不受用呢? 對於舞台表演他就像一朵花 舞台上控場能力十足 表情管理也相當的出眾 儘管唱跳兩個多小時都沒有被捕捉到 表情管理失控的照片 而且平時出鏡都會顧好傾向 偶像一時滿分 Taylor自2023年3月期展開 全球時代循環演唱會 The Eras Tour 門票常常秒殺 締照驚人收益 那他抽煌的吸氣能力 更被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 梅莉莎稱為 以剛剛在大年初一結束的 日本東京站演出為例 有研究機構推算 短短四天演唱會就為東京帶來了 341億日元經濟效益 而且泰國首相設德他還曾公開指出 新加坡為每一場Taylor演唱會 提供200萬到300萬的美元資助 條件是他不可以到其他東南亞國家進行巡演 由經濟學家指出 Taylor即將在新加坡舉行的六場表演 都能為新加坡帶來 五億新幣的旅遊收入 上酒店、航空、餐飲和零售的業者都會受益 而且估計也能占 新加坡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的 0.2% 所以曾有人表示 Taylor真的能憑一己之力重振經濟嗎? 那你說誇張還是不誇張? 但是就算盤點了Taylor各方面的優點 但其實他還有一段不堪的回憶 Taylor跟美國饒舌歌手 Kanya West的不和早在2009年就已經浮出水面 當年出道不久的她 在MTV音樂影片大賞 榮獲最佳女歌手影片獎 在分享感言之際 坎爺突然跳上舞台搶走麥克風說 Beyonce才是當年最出色的女歌手 那2015年跟坎爺結婚的社交名媛 Kim Kardashian 在舞台上也再次以言辭侮辱Taylor 直到2016年 坎爺在Famous歌詞中提起Taylor 粗俗地稱她為B*** 那MV中多場性寒意鏡頭淫晦不堪 那Taylor聲稱自己沒有同意坎爺 用她作為歌中人物而引起爭議 後來Kim Kardashian 挺老公 並公布跟Taylor的錄音電話 聲稱Taylor有同意讓坎爺把她寫入歌詞中 這起事件也被Taylor稱作 實驗生涯的死亡 Taylor這種魅力、自信以及勇於嘗試創新的特點 應該會讓她迎來更長久的職業生涯 那不知道大家會喜歡Taylor的哪一點呢? 歡迎留言跟我說唷 那我是廷賢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